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一上来,就是第一段就是拜观音菩萨 随共联这五个大菩萨,观音、世智、福贤、文书、弥乐 所以这个里头,我们关于这五个大菩萨的礼拜赞叹 也我们产生了理解,这个菩萨他怎么如此俗胜的功德 他的功德最主要在哪一方面呢 而且这五段加上前到的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 和这个吉洛世界的阿弥陀佛 这七个都是成就的果人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碰见这个佛菩萨的纪念日 所以我常常就这么做 在这佛菩萨纪念日,今天如果是观音 就拜了佛之后,在今天把这一段单独礼拜一次 当然你是禁修解药嘛,就礼拜了 你不利用这个花子了,修这个的了 如果不是修这个的呢,就可以利用这一切 说纪念,在这个纪念某个佛萨的时候 在礼拜了之后,单独把这一段呢 读三遍,拜三拜,这个纪念的形式很好嘛 并不干扰你原来的功课 也不增加很多的负担 同时,对于这个纪念 而我们这个做得很好嘛 我们有礼拜,有赞誕 增加我们对于菩萨的这个恭敬和理解 这个大家可以,很多人一直跟着做,都觉得很好 这个很方便 但是你一经就要为功课嘛 那就是自然的天然已经在里头了 这个,所以第一个是观音啊 因为观音是极乐世界的第一位大仆子啊 这个有的传说,说是观音啊 是阿弥陀佛的徒弟啊,儿子啊,什么什么啊 这个密宫的说法呢 观音就是弥陀的华身啊 那观音就是弥陀吧 所以这个莲花经社啊,有一个三身法 这个华身是莲花圣祖师 报身就是四位观音 法身就是无量寿 那么这个观音呢 就是无量寿佛的报身嘛 那就是无量寿佛的阿弥陀佛的化见啊 佛的报身嘛 从法身变现出报身 从报身,再留出化身啊 所以莲花经大使嘛 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这个是宏教的一个特徒的地方 这个和弥陀的关系啊,特别深啊 赞叹也特别多 所以莲花经社就有一个公园 每个人都要啊,往生求生极乐世界 这个是和其他的密宫团体很大的区别 这个观音就是弥陀的化身 所以我们念观音就是念弥陀 当然有人问 我念观音的时候啊 念观音我能不能往生啊 这是没有问题的 一样可以往生的啊 那么观世音菩萨是怎么成功的呢 咱们这个传说啊 就是一个公主啊 如何如何 那是民间的传说 但是观世音菩萨可以有无量的化身 曾经有一次有这样的化身 也唯唯不可 所以我们也不一定要去啊 说是你这个没有证明啊 无量的变化身啊 曾经某一度有这样的情况也是可能的 但是真正观世音菩萨的成就呢 那是《龙雁经》里头所记载的 《龙雁经》那个时候就是阿南 他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 懂得了根本 那底下就要修啊 就建了道之后就要修道啊 修道嘛 就要问这个如何修道啊 所以当时就是说 在座的诸位大德 你们可以自己说一说 你们成功地经过 所以有二十五个大圣 每个人都起立发言啊 那汇报自己 路三摩地如何是第一 我是怎么成功的啊 那这个是这个 第二十三个人是弥勒 第二十四个人是大师之陀的 第二十五个人是观世音菩萨 所以当时那个法会呢 很殊胜啊 不但释迦佛地佛在世界呢 十八个世界这些大菩萨都来聚会啊 就这无量寿无奈会上 那也是这个这个文书普贤 这个这个这个 普贤是第一位啊 往后到这个梅勒 还有贤护十六正四 这正四是在家的菩萨 所以敬普宗和在家人特别 有缘特别适应啊 所以特别标出十六个在家菩萨 列为上手啊 十六个正四 在家人 所以这个四众弟子 两众是出家 两众是在家 这个地位是同等的重要 同等在奸鹤如来的大法 我还常说出家人要是 要是在家人水平不提高 出家人也好 这个是在家人的水平很低 就用户那个破戒的 就供养那个破戒的 他就不会出来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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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清净的是没有群众啊 真正有德的是没有群众啊 他就首先就要居士这个正啊 很能分辨啊 你用户谁那个 对于谁那个不好的 我们也是国法的 墨兵 也不是要怎么样去处置他什么 就是默默地和他住院啊 那如果这些居士对于这些个 这个这个不如法的都莫兵呢 那他就门前冷落居马席 这没有办法了 他就自然而然 他知道怎么改国了啊 所以这个居士都是很重要的 四中弟子啊 但是这个大会之上 纷纷说完之后 最后就是让这个文书做裁判啊 那谁是第一啊 文书就选了 啊 观音啊 说这个路三摩地 这个不但是观世音 我也是这么路的门啊 所以这个就是观世音菩萨 自己汇报自己如何成功的 那当然是可靠的 观世音菩萨那个时候 有个古的观世音菩萨 他是那个古观世音菩 观世音如来 从观世音如来那儿学法 观世音彼佛受我 啊 这个这样一个金刚三摩啊 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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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修啊 从文来俊 从文上来修啊 文就着耳朵听见了 啊 所以反文自信成无上导 那不是去啊 我们是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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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大家都说成员未了啊 那是成呐 四件事件是成呐 那贪恋这个成呐啊 这些景香 是色尘啊 啊 喜欢听很好的音乐 乐儿的语言啊 这个种种的 这个是声声声声音的尘呐啊 啊 喜欢闻的很香的气味啊 啊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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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尘啊 啊 你摊很好吃的滋味 啊 这就是 这个味尘呐啊 所谓色尘香味柱 身体想 喜欢接触到很柔软很细滑的东西 啊 所以有人要叫这个 要找人按摩 找人什么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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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这个处啊 啊 这个武尘呐啊 啊 这个 这个 意思 对 意思的是 一根的尘就是 法尘啊 法尘就是一件 抽象的东西 嗯 啊 这个前的武尘是 是物质的东西 后的就是抽象的东西 变成了义 变成了法 这些清规戒律 一些条条 一些规章 一些道德 一些伦理观念 这都是所谓法嘛 他是所谓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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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社会 黑社会的 他的邦规啊 你出法邦规他要处死的啊 他都当着法嘛 他都当着法尘啊 他都当着法尘啊 他就是已经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 十字都是已经去掉了 留下的影子 啊 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义所 他的对象 啊 这是义根的对象 就是法尘 说这将会出法 十六臣 这众生就直直到去 追这个六臣啊 那 啊 喜欢这一切啊 买好的香水啊 哈哈哈哈 这个屋子呢 不是很美观啊 这一切一切 穿着很好的衣服啊 啊 身上接触得很舒服 是不是啊 吃好东西啊 啊 就是知道这追随 这一种东西 那么我们要 反 回到啊 现在我们就是要 返回我们的本源 不愿意再继续流浪 所以追随六臣就流浪了啊 就成了这个浪子啊 不知归啊 啊 追随六臣呢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就是和尘去了嘛 我们就和着这个追随 和尘相合 和尘相合 就违背了绝了 和这个本绝就相归了 所以这个在 在我们这个 人的这个情况 众生的情况 就是 背绝和尘啊 违背了绝去追求那个尘 和尘啊 听天所要要求的 要要得到的 都是尘这方面的事情 这就是众生啊 所以我们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始绝 开始就我们要念佛的 在这个在广义所有的 念佛就是 那个就是说 真正的始绝了 念佛才称始绝 那么广义一点 你要肯背尘和绝 这就是直绝了嘛 众生一直知道留恋尘啊 现在我觉得我不留恋尘了 我要去求觉悟啊 我要和尘我要相悖 我要和这个 和这个觉悟相合 就反其道而行之啊 所以这众生就是迷啊 你这就是反了迷啊 所以这就是一个大的决裂 所以我们就是要有这种决裂的心 和这个尘啊 和这个尘啊 和这个尘不再叛乱这些尘嘛 当然这个也不是 也不是说一下子说 我就是不吃好的 我要去吃坏的 那又何苦 他一随缘嘛 是不是 我不是本来是好的 所以我腰弄都乱七八糟 这都是不对错 我板就又又错了 还在尘上用功 所以这最好的例子就是观世音啊 那这六根六尘呢 你从哪一个 那这25个大圣 就是处处都在用功 有的在四肢用功 身上用功 什么是用功的 有的就是在这个耳朵用功 眼睛用功 鼻子用功 有各处的用功 各个都得成就 二十五个大圣 这个阿罗汉也有 菩萨也有啊 所以你看这最后的三个人 弥勒 大使之 观世音嘛 各个都经过 咱们这个众生耳根是最利 耳根最利 所以我一个这个 我的这个旧公啊 我旧旧的旧旧 亲旧的旧旧 这文庭氏 它是榜年 这个户虚政变 这个户虚政变 就是我这个旧公的功啊 他是真妃的老师 光绪不是有真妃吗 他真妃回到西大后 我扔到井里去了 我这个旧公是真妃的老师 他们这个这个 他们有什么时候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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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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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政治的组装 这些东西 就通过我旧公 交到真妃 由真妃 转给光绪 不然没有 没有办法到他手里头 但我旧公是幕后人物 所以后头他没有遇难 哈哈哈哈 他那里头 他是一个桥梁 桥梁 他念书的时候 他就是 他就是说 我听过他他弟弟抱怨 都是我自个经验听见的 小的旧公 我那个九旧公 十他三旧公 九旧公 十旧公 就是我这个三哥 我们小时上他的当 他说 你们就要念书 他书叫我们念 我们就累得要死了 马本书就挂了挂啦挂咯 唠 他рост역實 找上好 这一样 其實啊 他这一听 他都听去了 哈哈哈 就说 我们雷要死 结果大得出了 这就证明 我说他这个是这个 是证明的耳根力 啊 所以我就说 我們必须要念大声的念 就是感觉要立用这个耳根 它不光是心裡記嘴地唸 唸到這耳能聽 聽一下聲音 這個耳頭又聽進去了 這個耳根碎粒 而這耳根呢 有遠遠超過眼根其他 等等的地方的問題 所以圓通長啊 這個長當然是都是這個 這個根性是不斷的 但是它是圓呢 所以文書給它總結了 十方聚集谷 十處意識文 十方都打鼓 東西南北四邊打鼓 十處的鼓聲一時同時停歇 大家這個在國外這些劇場中 可能很清靜 沒有這個感覺 在這個國內 那有的時候 它公共持續不那麼好 那個地方有人說話 那個地方有小孩子哭 那個地方有小孩子鬧 你坐在當中間 你可以不動你的這個地方 你都可以知道 什麼地方出的 什麼聲音是什麼人 什麼地方是什麼什麼樣 透過都是什麼樣 這個聲音出來 你都可以分辨嗎 可是它這個在圓呢 而且它通啊 這個窗戶外頭乾淨外頭 那邊我就看不見了 牆堵住了 耳朵沒有問題啊 你那邊出聲音 那邊出聲音 你一樣低得見啊 它不能有時不能阻隔 它頂多聲音弱一點 但是還是可以聽得過來的 所以耳朵還有長啊 這個長是共同的 所以耳跟隨 觀音就利用耳跟隨 成了一個這個點半 而且是反文 所以那一位他講 他就講了他說 就是在這個文中 入流往左 這入什麼流啊 入這個聲的流 這聲不是要入的流 聲是要忘的東西 聲是所聞啊 你要是把這個所聞忘掉 它就這個關係 這麼加索的 先認識了能聞的這個本性 聲音是一個問題 但是聲音跟我什麼關係呢 因為我有一個能夠聽得到的 這個性能嘛 你這個是個工具嘛 耳朵是個工具嘛 但是一個工具跟我無關嘛 我還有耳識嘛 耳識 不光是耳根嘛 也有六識嘛 六根六識嘛 再講這十就都識別了嘛 那麼利用這個耳根啊 所以他這個觀世音菩薩 他就是這樣子啊 我這個這個 先知道我有一個能聞的本性 就是這個能有所嘛 所以根和辰 辰就是我們的所呀 每一個根的所啊 色嘛就是眼睛的所嘛 所見嘛 啊 聲音就是耳朵的所嘛 他說我的所聞嘛 聲音是我的所聞嘛 所以觀世音菩薩在這個文性之中 住在文性之中 在文性中就入了流了 我說這個文的文性就是法性嘛 這個這個入了流 就把這個所就忘掉了 這個聲音是好是粗 是有聲無聲是動是靜 這一切就忘掉了 從這個就要入手 所以反文文字性就說 不是去聽外頭那個聲音那個那個聲塵 啊 這個是什麼音樂 這個是什麼音樂 這個是某一個名家的啊 這個是什麼的 這個這個這個感情 在這欣賞 那你就還在這個聲音裡頭 你那至關演奏 我就就都在無心啊 啊 啊 它入了這個這個能 對能的這一方面啊 能文能 能的這一方面 啊 所以反文文能 文性還不是 總之文性的六根嘛 文有文性 健有健的性 是啊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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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舌頭有知味有知味的性 但是這個六種能 你這種能知 是分為六種 實際原流是一個嘛 總之都是你自己嘛 這不是分成六家啊 不是六個人在開會啊 是不是啊 它自然而然嘛 它這方面工作 就是這方面 人家耳朵起床 人家耳朵在哪 回頭鼻子聞到了 鼻子就聞到了 也可以同時工作嘛 各有所思 但是各有所思 是不要六個人開會 自然而然 這都是你自己嘛 它自然嘛 這自動化了 就是自己 所以一本是一個 而分成六個合法 所以一根還原 六根解脫 從一根上解脫了問題 六根同時解脫了 觀世音普太就是 反聞自信 不是歸這個生辰 而利用這個耳根啊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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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 觀照啊 這個 能聽的這個 本性 文性 那麼這個 文性就是自信 在耳根 所表現的 就這麼說 那自信嘛 自信 自信 心的性質就叫自信嘛 啊 啊 那個自信嘛 是一個嘛 是吧 這個這個 但是在耳朵表現為文啊 在眼睛表現為見啊 它就有文性 見性啊 等等的 但是始終都是自信在那的作用嘛 嗯 所以不去聽那個聲音 聲音的好壞 美不美 這個聲音 是讚頌我 還是在咒罵我 啊 啊 啊 我咱們用這個觀音的符子啊 這就是不去理他了 哈哈哈哈 這都是聲辰 啊 與我無關 我是在 觀照 我什麼 觀照 我能夠聽到的這個本性 我能夠聽到 這是自信的反而 關注心 照在自己的本性上 這就成無上道 觀世經的這個 成功的經過 這就能言講得很強 而這個文書大事 這給他總結 就是總結這兩個句 不過原來是五字一句 是反文文字性 性成無上道 這是文書菩薩大事的原話 這裡頭為了文字的整齊 啊 你看從文思修入三摩地 都是四個字一句的 你這個是變成五個字一句 這個文章啊 所以這個文字還是很有講究 啊 旋裝大事所翻譯的 比這個 舊摩羅勢的 可以這個 更嚴格 更可信 啊 更 廣佩 廣佩 全 但是沒誰念 大家念的 阿彌陀經還就是 就是 就是中俄羅勢的 他文字好 他這個讀起來 大家願意念啊 好多頭 就往老實說大家翻譯的 金剛經啊 法華經啊 大家都願意念啊 所以 一個外國人呢 有這樣的 他是七個佛的翻譯啊 總要翻譯 現在看看誰出大意識 能把這個 咱們這個這個 現在都在翻譯 有人說 叫我翻譯 我說我沒有這個能力 翻成英文 這個叫極高的這個這個這個 智慧啊 不是那麼容易 不是那麼像普通文字那種好翻 翻個小說翻個科學書 那個好翻 這個就不了不起的事情啊 啊 不知有什麼叫佛菩薩來 來擔當這個任務 啊 這就是這個 就是七個佛的翻譯啊 啊 過去的佛 他已經擔任過這個任務 中的 第七次了 啊 所以 觀音就是這個 反文字性成無上道 就把觀世音菩薩整個這個 就是蓋過成這兩句 我當時觀音是很細緻啊 啊 啊 先就是 就是不不不不不 不受深層的干擾 就產生了 靜向 清靜啊 這個清靜還是分別啊 清和靜 靜和動是一對嘛 這還是在有分別之中嘛 他在之後就動靜而向 然後瞭然不生啊 又進了一步了 啊 啊 啊 那我就一步一步啊 我就是這個 然後他就是 就你這個 這個沒有 這個都瞭然不生 但是你還在那 你還有知覺 你知道這個事嗎 啊 你這個知道這個事 你知道這個能 能動靜而生不成 這是你的所覺 你所要就有能覺 有能覺和所覺嘛 他這個當然這一步 這個覺和能覺和所覺也空啊 所以一成一成的 進回活法是無盡章啊 那空你還存了一個空啊 我把它空了 空了之後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空就是你的這個所 你能夠做到就是我能啊 我能空和所空啊 這個空和空和空和所空 這個空也都滅了 那滅裡還有個滅 那滅是滅也滅了 所以我們前頭我們還好體會 到這個地方滅也滅了 滅也 生滅滅也即滅現前啊 這個滅它就即滅為樂 即滅不是無目 什麼都沒有了 就是一個木頭堆啊 極滅極滅是樂啊 極滅為樂啊 所以佛 捨了身體 求兩句祭 就是後的這兩句話 生滅滅以極滅為樂啊 而誅心無常是生滅法 這個釋迦王地佛呢 在過去在印第中 知道過了這兩句 後的還有兩句 他就是倒出去 我沒人知道 有個夜叉說 我知道 但是 你要叫我說也可以 你得讓我吃 我餓得厲害了 我好久沒吃人了 世耀摩奇說 好好好 你只要告訴我 我就給你吃 那我就吃你 那你吃 那吃了我不行 吃了我 我不知道啊 我沒聽見 一等我聽完了 聽完了之後 他就一般 從台灣去 說 Ryzen就吃了 那到這個時候 承承的天使 把他戒住了 就求為了蛇身 就給夜叉吃 就求兩句 就求了生滅滅以 極滅為樂 我就說 這兩句 值得捨生 極殊聖了 這觀世音波大 也是證明這一點 這個滅也滅 生滅滅以 極滅就現前了 就忽然超越 這超乎一切 世間和初世間 得兩種殊聖嘛 啊 上與十方諸佛 同意慈禮啊 跟一切佛的 這個力量是相同的 所有的慈禮我都有啊 同意 下與六道眾生 同意悲養 所以它是平等的 啊 我在下 我跟一切眾生 藏羽螞蟻 這個地獄中的眾生 都是一樣的 同意在悲養 在求救度啊 所以佛是一個最平等的法文啊 所以它是個無神論啊 它不承認有一個至高無上的神 主宅一切 統治一切 製造一切 管理一切 高中一切 都是平等的 就是你還沒有明白 我先明白了 先明白了一部啊 而且我先明白一部 我馬上希望你跟我一樣的明白啊 你明白了之後 你就跟我是一樣啊 所以這個就是偉大之徒 所以這個 反文自信 陳無上道 然後 就修菩薩行嗎 就是修行菩薩道 修菩薩道 修菩薩道叫利他 這樣的菩薩 往生淨土啊 所以就是說 所以是 所以人看不起 看觀神仪菩薩道 你看看 你看在這個這個 城湖上道 修菩薩行 而往生淨土啊 所以這大智慧的文書 都求生淨土啊 往生淨土啊 往生淨土啊 願力洪神啊 觀神仪菩道有大的願力 洪是洪廣啊 身啊 當然就是那個那個大海啊 就是那個生物業績啊 普門實現啊 所以普門品啊 你印以何神得度者 我即現某種神給你說法 所以觀神仪菩薩在那個時候 他就能夠現佛神給大家說法 印以法佛神得度者 我即現佛神而為說法 印以阿修羅神得度者 我即現阿修羅神而為說法 所以他是普門救度啊 三十二印啊 三十二印啊 這個 嗯 普門實現是說法 所以應該有什麼音感 聽到什麼人說 觀神仪就做這種實現 還有一個方面就是 觀神仪循生救苦啊 一個是跟你說法 一個是救苦啊 救你的災救你很難啊 所以救苦大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難 觀神仪菩薩是這麼念的 啊 觀神仪菩薩還有一個大願 是救苦救難啊 普門說 事件普門說法是一個大願啊 啊 這個是徹底的賭託 但是你臨時的這樣一個賭託 事件上今天火燒了 王宗是出不去 這個時候你怎麼辦 你念 念火才就熄了 這個是真有話 不是這個 這個從古之經 因為這裡都是很多很多啊 關神的靈感啊 說不盡啊 最近我在那個那個海外的雜誌上 記載了一站一站 一個闊人家 一個少奶奶 她有一個女傭人 少奶奶幸福天天天播 女傭人也很羨慕 完全少奶奶這麼 但是你看人家已經有福 還在修福還在念 她說我不知道怎麼念 她就跟上去 我說你告訴我 你教給我 讓我念個什麼 她說哪兒正在吃荔枝啊 她瞧不起她 她說你還配念婆 你理會什麼 荔枝盒 她當以為真 她就念荔枝盒 從前念荔枝盒 和個兒子飄海 飄海啊 後來回來告訴我 好鮮啊 船翻了 這是在海水裡的話 可是有一個東西 這個這個就 把我飄起來了 飄飄飄飄 我飄到海上 我到了這個 登了暗之後 我一看啊 好厚一層 都是荔枝盒 所以這件事情 那就是這樣 她關心荔枝盒 她並不要這樣陷入我 關心荔枝盒 她身體來 我把你拉出來 而這個也增加 她母親的信心嘛 她母親 所以這個是 你這個心之關注啊 所以有的人很執著啊 很什麼呀 你這個誠懇 她這個這個 上載的是一句玩笑話 但她是以真心來就這麼念 這也得到很真實的感應嘛 尋生就苦 就是你這個這個這個 你只要有苦難難 這不但你念觀世音菩薩 你念荔枝盒 這個生他都尋到了 你想一下是不是啊 你念荔枝盒都尋到了 何況你念觀世音菩薩 是不是 何況你念觀世音菩薩的咒 尋到 尋生就苦 所以菩薩 他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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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啊 所以有的人就必須把那個那個 念念那個荔枝啊 都要念念西藏文的 就覺得這樣才有功德 佛菩薩不需要翻譯啊 你什麼文字都可以啊 而且已經 考慮翻譯的方式了 這觀世音菩薩翻證了 李之河了 觀世音菩薩一樣知道吧 隨時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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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騙入眾生心想啊 隨機趕步啊 尋生救苦啊 隨著這個機啊 就趕到了 所以觀世音菩薩 有人說觀世音菩薩忙死了 北京有個人念 觀世音菩薩趕到北京 千江的水都陷月亮嘛 那月亮不需要來嘛 那水也不要去接嘛 那自然而然 這月的營就陷在你的江水裡頭 所以你就這就是這個 千江就打屁於任何一個眾生嘛 你只要這個時候念觀世音菩薩 你求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菩薩就到啊 這月亮就限啊 所以並不要需要時間呢 還有通報 還有準備 還有準備交通工具 還要來 甚至還要辦護照 那什麼事情都過去了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就是說是 擔子 擔子啊 隨機趕過 或有極難恐怖 擔子歸命 無不解脫 這是《無量兆經》的話 對戰產的大觀世音菩薩 若果有極難有恐怖 擔子 你這是歸命 你這個歸命 俗話說 就把命都歸上去了 你生命都可以貢獻 你這個命都可以死了 那這個事兒 你把這個命都忘了 你一心念觀世音菩薩 啊 無無解脫 沒有不得到解脫的 這就是 釋迦牟尼佛 這釋迦牟尼佛的話 這肯印證 觀世音菩薩的功德 也就肯 給大家保證 給大家保證 給大家保證這個事兒 你只要真實求啊 沒有不得到 接觸的 一切啊 兇賢不非 求財得財 求子得主 求妻得妻 求長壽得長壽 這都是世界的東西 但是眾生需要啊 所以觀世音菩薩 大慈大悔都滿足啊 所以宋子歡迎 那個誰盧苑林 得到二次了 高興得不得了 花了十幾塊美金 一個郵票寫了封信來 如果那個人以為是什麼 對來什麼畫片 我打開一小小一封信 你回去看 我這個忙 他沒有故地給他回應 那聽啊 無不得解脫 無不埋怨者 眾生需要 往得大肆大肥 先以運勾間 後領悟正道 先滿足你這些欲望 那麼你就感謝了 感謝觀音菩薩 你就慢慢就念 就完成一點點入正道嘛 那是奢獸嘛 不過他四奢獸 奢獸眾生 那不識愛與 啊 和顏樂社的 啊 同事啊 對吧 跟你做同樣的事情 啊 統統的 奢獸眾生 萬億紫金身啊 這顏色是紫金的顏色啊 這個金色帶一點啊 赤金 好的金字不叫赤金嗎 赤金赤不就是紫啊 紫金身就是形容那個金子 黃的紫人潭一點紅 表示成分很足啊 萬億紫金身 一方面這個金之之之之高高度 一方面也是這個度量的高度 萬億啊 這個高達啊 這個不可 觀世音菩薩 所以這一拜啊 就是拜觀音了啊 這一個路三摩地 三摩地 是個 這個 印度的 話 翻譯我們的語言啊 就是三昧啊 鎮定啊 啊 等等 啊 過去翻成三昧啊 啊 你說什麼什麼三昧啊 啊 三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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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昧地 其實是一個字 一個都是翻譯的印 這個用的字不同一點的吧 那個中國地方造成大 方言不一樣 所以共住來住 三昧 三昧 三摩地 這不是差不多嗎 啊 等到這個 正定正受 就是翻譯的意思了 啊 不就 不但是入定 是正定 啊 不但是得受用 是正受用 因為外道 修得比以落落法 他們也入他們的協定 啊 他們也得下他們協的受用 那就不可貴了 啊 走路協道啊 而且 也就就以後就糾正不了啊 它出不來了 啊 所以這個 但是能言的這個三摩地 是超過其他的三摩地 不同於其他的三摩地 啊 啊 能言的三摩地 它是一個所謂的能言大定啊 啊 啊 它是這個 所以稱這個 手能言三摩地 這個能言這個兩個字 要跟那個手字連在一塊兒連 手能言 手能言 手能言是一個印度法 啊 所以它簡稱為能言啊 丟掉一個字 啊 我當時把那個 我能把那個手字連著上去 誅服它萬行手 不是誅服它萬行就斷句了 手能言 這是一個名詞 手能言的意思是 一切是究竟堅固 啊 所以這個都是極 極殊聖的 啊 開始啊 啊 這就跟那個一切皆成佛 一切皆法甚 一切是究竟堅固 這都是一味的 啊 我們不說這些所有的事情啊 都是要壞的 第九年要是這個這個這個 要經過大劫 要大爆炸的 都是這個 這是極螺世界才是無衰無變 這還是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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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情的說法 啊 還是隨順了大家根氣的一種說法 啊 說到究竟呢 一切是究竟堅固 啊 啊 這真正的就無分別了 沒有取捨 沒有檢責了 一切是都是如此 一切是 這是法身 法身還有什麼不堅固的 不但是堅固 這是徹底的堅固嘛 無聲無滅嘛 沒有壞嘛 所以這一切分別 只就是來源於第六世嘛 分別之嘛 所以你就出來有之有不有 堅固有的不堅固 所以能言這個定就沒有什麼叫 出定入定啊 所以能言大定無出入啊 啊 它這個入定出定 它也都都是究竟堅固 你出到哪兒去啊 啊 入到哪兒去啊 是吧 你不能說從這個這個堅固 入那個堅固 這就是堅固 整體是一個堅固 就沒有出入 可是這個這個三摩地 是一切是究竟的這樣一個正定 這個殘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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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般的啊 那個殘定中所說的三摩地 而這個呢 就觀世音菩薩呢 以他耳根原通 入了三摩地 而且他認為這個是第一 二十五聖個個都說了 二十五聖是個個都好 啊 啊 那釋迦牟尼和尚文書 你看吧 這個他說你說是這裡 隨便適合於我們這兒的根基啊 這底下文書有大段的議論 真的議論很長啊 說耳根是書聖 耳根它是圓啊 是通啊 是長啊 啊 這不僅僅是觀世音我 一棟中物啊 所以這個能言這一段啊 這個是他的第二十五段啊 那這個裡頭的說法 因為他是要文字性 所以禪宗就說 你看看 還是我們 書聖嗎 我們正確嗎 文書菩薩給我們挑啊 我們在 我們是第一啊 大智之菩薩是念佛啊 大智之菩薩沒有當選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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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大師之後吧 再解決這個爭論 所以有很多大德在這做方案文章 他說是這個 文書當選的評論呢 他說是他們有另外的幹話 其實這個這個很自然 因為這一次 他是一入這個能言的三摩地 這個標準來選擇哪個第一啊 啊 那當然是關心不得 你從這個 所以這個入這個羅納祖師 你這個羅納祖師 成果是最快最好的成果方法 那這就是明白自信和沒多大法啊 要明白自信 那你不管是什麼 你就是就別的 你到最後就入這個三摩地 就沒有超過明白自信 這個最直接嘛 別的門入了之後 他還是要明白自信嘛 是不是 所以在這個星期一 你現生現世 你要希望很快入三摩地 那關運團跟圓通啊 這確確是第一啊 如果要問這個 現在六道眾生 怎麼最快的能夠脫生死 哈哈哈哈 出六道輪迴 很快的成果 那麼文書我看呢 就只有選大師之父了 是吧 這個要求你比什麼不一樣啊 比的東西不一樣啊 是吧 你所比的東西不一樣啊 這個就沒有什麼 所以同時看見這個次序的安排 也很明顯啊 那這個這個大師 這個這個這個 再再往前一個就是彌勒啊 唯實觀啊啊 一心觀禮靜宗出主 一心觀禮靜宗出主 大師之菩薩是靜宗中的第一代祖師啊 啊 所以觀世音菩薩不是成為的 他是說禪宗 就拿這個觀世音菩薩這個 法文文書信為代表啊 這個大師之菩薩就是專門用念佛法師的 啊 這是專一的 啊 他那個 他說 平常說當時有佛名吳亮光啊 有十二個佛相繼一節啊 那不是就是這個 我們十二光佛嘛 吳亮光啊 吳愛光啊 吳等光啊 他當時也是有十二個佛相繼一節啊 比佛教我這個念佛什麼啊 啊 這個念佛嘛 就是以念佛心入無聲人啊 我就是念佛嘛 就知道我入了無聲法人啊 正了無聲法人啊 無聲法人最低是出地菩薩 而徹底地正無聲法人滑地菩薩 那麼怎麼達到這個八地菩薩 就是念佛嘛 一個盤佛啊 就完全是念佛啊 就正無聲法人啊 這個念佛的這個這個作用在哪裡啊 都十二六根 這都是人眼鏡的話 所以我們這個對於這個經文 我們應當是很恭敬 這不是啊 我的老師 他這個自個兒寫出來的 都是經文的原句啊 他這個本領很大 他把很多東西湊在一塊兒非常自然 哈哈哈哈 那個無良壽經的非常自然 其實是很多很多無種意本地挑出來的 這裡挑一句那裡挑一句 這個沒有大智慧特殊智慧的 這個做不成 我這個以前還不是 這個通過一次又一次的 越來體會越深 這個是 都這麼極了啊 在這裡這句話 都這麼念佛的話 都射六根 敬念相助 我這個念佛 這六根都射住了 我們這個六根 就是為六臣所牽引嘛 所以一時也不得心安啊 見色紋身啊 又是想吃東西啊 什麼種種的 這個 來點涼風 你把家人這個觸覺就舒服啊 這個燈他又烤啊 這也是觸覺啊 是不是 這種種都是為這個所牽引 心中就不容不分別啊 這個念佛就把這個六根全射住了 我念的時候自念自聽嘛 因此你念的時候 舌根就射住了 舌頭在來念啊 是不是啊 耳根也射住了 那聽自己人念啊 你這點就香啊 你現在我心裡也不意思 你也不想別的 我聞的也就是你念佛這個這個姜這個姜啊 表皮的舞 這不可能 不可能 看電視 所以有時候 不要再念佛的時候 電視機還要開 這專心一點嘛 這就是這個六根就射住了 不然六根還要再跑 都射住了 都射六根 一根當然了 你這都在念 都在聽 這樣一念一念 心在這個張中 所以他這個這個 你這個身體當然了 更是了 沒有做別的事情啊 我這個這個眼耳鼻射住 都在這個這個方面 身體也在佛堂裡 我做的是好方面 這身也就端正了 所以這六根它都射住了 都射六根 我是一念一念 念頭是眾生都有的了 但是現在我是 不是妄念 我是靜念 我們現在是妄念相繼 前一個妄念 後又跟著一個妄念 後的跟著馬拉又來個妄念 所以有時間 時間就是由於這個妄念 你產生出來的 剛才那個妄念過去了 這就是過去了 是 你現在正在這個妄念 就是現在 底下馬拉又有個妄念要來 就是未來 所以這個三計 過現位這三計 都是由於妄念 沒有妄念 就什麼叫三計啊 所以像這樣一個道理 他們這個科學家總統阿姨 在說 時間是人的錯覺嘛 你以為妄念就有了時間 還不是這個 由妄念所所產生的 這個妄念跟錯覺 你說差多少 妄跟錯 都是錯 都是妄 都用字不一樣 他就打了一個字 也是從 我們是從他的英文裡頭翻過來的 當時把他翻成錯覺了 要是通婆法 就給他翻成妄覺 安因斯坦不會反對 就是這個 這個 自然沒有用的 同一個字 意思是同一個意思 所以產生時間嘛 所以這個 你這叫超時間嘛 苦時間啊 空間啊 物質啊 都是些錯覺啊 又又妄念 而現在你這個念佛 是靜念相繼 所以我們才肯念 現在我們難得著 就是不能夠是靜念相繼 念著念著自出一個妄念來了 念著念著自出一個妄念來了 這個不要怕 這圓圓的不要怕 能念的精神啊 一切是究竟堅固 那個妄念啊 那也就是真妄啊 真妄也平等啊 所以不要怕 這個水上畫畫 那畫畫就是妄 但是它馬上就跪在水頭了 馬上就跪到真裡頭了 所以全望回真 可以回到真啊 所以我們這個 雖然不能相繼 但是它這個這個 究竟是來了 但是說是這個 也不要怕嘛 也不要怕 但是這個真正到了 念念著進的時候 就不加方便 自得心開啊 所以我們這個 只要去念啊 你總有一段時間 念著念著 有一次 就是經過一個時候 就會成了騙了 就說現在這個十劇 三十劇 五十劇 這裏都卻沒有妄念啊 這叫念活成騙 念活成騙也不容易啊 有些修行人啊 他還說我這個 還不能成騙 不過我都不管啊 大家要叫這個 往生與否 全憑信願之有無 真正信啊 真正信啊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靖祖宗的道理 這個佛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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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彌陀的這種大願 這個道理 這個這個信夫 信他 信師 信仪 相信我們的念佛 就以這個為因 就能得念佛的果 往生的果 成佛的果 這個就是這個 信仪 信仪 信他 信仪 你信過 六信都記住過 而且我們 不留略的偷跑世界 願意往生 你往世界很肯切 你就是有信有願 身具信願 身具信願 就決定往生 因為身具信願 必定不念 念得有妄想 沒妄想 那是其次的問題 那是第二個問題 能不能夠往生 全在以後 頭一句 往生與否 全憑信願之有無 所以這個就是做事 我們不要去主觀努力 你要說我還是一定要念得 一點妄想都沒有 這個事不見得今生能做得到啊 那就倒是一心理一心了 這是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做不到沒有關係 你只要只一向專念就好 肯念就好了 但是只要有信由 要決定往生 反過來 你就是念得 通吹不入 雨打不透 你當作一個什麼 道教的什麼口訣 是怎麼念 他們外道現在也能念一件什麼東西啊 他們要想非 他們也有外道的咒啊 他也是老念的 回教也要念一個什麼呢 基督教也是也念的 那麼這個 他用的同樣的念的 這種態度 換著念了一句佛號 但是那個思想 還是那個有外 別的教的那個思想 說這一點 可能 他是專門信佛的心 念了立之合 立之合 起佛的作用 你完全是外道的心 你來念佛號 你還是外道的道路 還不如你念立之合的 就是你這個器具 本來是什麼啊 所以難得就說 你如果真是敬念相繼了 到這個時候 嘛 你對這次 故家方便自得心態啊 所以你開悟 這不就是開悟了嗎 這不就入 不但開悟 也入三坡地 那他並沒有另外其他任何方法 所以大勢之佛 他是敬主入出主 就這一句 你都是六根敬念相繼了 那你始覺何本嘛 那始覺老何本嘛 那就當然嘛 直去覺落就就靜覺嘛 就靜覺嘛 就靜覺就是國了 那極端才悟啊 所以敬念相繼 就必然自得心態啊 不假方便 不要再依靠任何的方便 還有什麼秘訣 還有什麼手印 還有什麼咒 還有什麼秘密的法 我不知道 全部要 就一句 這大勢之佛他成為諸主 都在這 這大勢之的功德是不可思議啊 嗯 啊 在極方極樂世界 阿彌陀還要班涅盤 班涅盤之後 是觀音繼位 觀音還要班涅盤 是大勢之佛他繼位 大勢之佛他領悟班涅盤啊 他是念佛成功的 啊 那大家都說 阿彌陀佛還班涅盤啊 這都是事件 你是修觀音法的人往生之後 你在多少多少年之後 你就看到觀念阿彌陀佛 班涅盤啊 觀音做佛了 你如果是念佛往生的人 你那佛還是阿彌陀佛 所以格是格 我昨天討論那個時日啊什麼 那格格不一樣啊 那同在極樂世界 有的看見佛是阿彌陀佛 有的看見是觀世音菩薩 那等到這個和觀世音菩薩 念觀世音菩薩 他網上這些員都滿了之後 觀世音菩薩般涅盤 這大勢之佛佛佛 你願不涅盤 實際這三個就是一個 是不是啊 所以這個 啊 那個大勢之佛佛就是這樣 就是都說六根 敬念相繼 度假方便 自得心開 這個字字 可以從兩方面 我們來體會 一個就是你自己 說這個事不是別人 是你自己的事 所以有人問六祖的法 六祖說密在五邊哪 密在你那一邊哪 所以同文入者 不是加上都是你自己的事 你自己的問題 你自己心開 那這是一個字字啊 都你哥哥你美人的 底的自信 你自己的自心開了 自得心開 啊 還有一個這個字是 自然之意啊 啊 你就是這麼敬念相繼 自自然然的 就心開了嘛 啊 這兩個意思 同時都有啊 入這個能源的三個地 所以這個大事之父的 認為這個是第一啊 所以每個二十五聖 都認為他的方法是第一 啊 所以大事之父 他是這麼過來的 所以他就是第一 是吧 其實事實上 每個都第一啊 啊 所以就是這個這個 這個新鋼精法 是法平等 無有高下 啊 你這個他 是氣他那個基 對於他就是第一 我們的眾生 如果這個法 氣我的基 那麼 大事之父的這個法 對我也是第一 所以觀音最氣我的意思 觀音的法 對我就是第一啊 所以這個法 不是講這個 都可以排名字啊 啊 與觀世音菩薩 現居此界 才看到沒有 此界是什麼界啊 啊 我們都知道 觀世音菩薩大事之父的 極樂世界 哪個大部分 這可是說現居此界 這是我們這兒 這說佛世界 啊 為什麼 這兩個大佛杀 都和這個體育土的眾生 特別有緣啊 啊 都在我們這個世界 說佛世界 做大利樂啊 啊 給眾生謀最大的 啊 這個真實之力啊 讓眾生得到究竟的安樂啊 這多大利樂啊 與念佛眾生 捨去不捨 你肯念佛的這一切眾生 都射受你 娶你 就要你啊 都射受你 不但是你 這就像瓷 這個瓷是吸鐵 這就是瓷在那個針 吸鐵時就把這個針吸過去了 這個就是吸鐵時在射受這個針嘛 它產生一個力量嘛 當然針也在吸吸鐵時啊 因為針也瓷化了 它也出了南北極啊 互相在射啊 但是這兩個之間 所以形成一個共同的瓷場 但是 這個形成這個互相的這個吸力 是瓷極的相承 那個佛那個瓷多大 那個針那個瓷多點 這兩個樹木相承 是彼此都有作用 可是那個樹木 要比我們這個樹木大得多 所以這個力量是靠 啊 靠佛佛它的射受力量 這你自然是瓷有自信才行 所以人人也都有瓷型 但是你現在亂了 你有一塊瓷鐵啊 你撐點燒啊 你摔它啊 它的分子全亂了 它是這個電子群的軌道 它是一個有個中心的 在圍繞一個中心的軸 它這個都亂了 這個軸是指這個軸這樣 各個方面互相抵消 互相抵消這個瓷型 就發現人人都有 這個也是很好的一個比喻 人人都有瓷型 就是這個鐵的瓷型 這個為什麼不顯現你這亂呢 啊 你摔也燒啊 你這個都是亂的 這個格子為政 這個電子這麼轉 它的軸槽 那個電子那麼轉 朝那邊互相放上 格格抵押 最後總的瓷型沒有了 擺著一擺的瓷場裡頭 那個大的瓷場 那麼它就這個電子慢慢一揚揚對頭到 這個方向又都正確了 正確了 一邊是南極一邊是北極瓷型顯現這樣 瓷型顯現的話 這個兩個瓷是有呼吸的 所以這個很容易拿這個來說明 自他博爾 自他婉然的道理啊 佛這個瓷石是他 我們這個瓷石是自 自他博爾 自他沒有兩樣 什麼 他也是瓷鐵 我也是瓷鐵嘛 這有什麼兩樣啊 這個是博爾啊 而且我們拿個鐵粉 畫了一個瓷場的線 這個瓷場是兩個共同的 你不能說誰是誰的 這是一個東西嘛 沒有博爾啊 沒有兩個 沒有兩個可是自他婉然的 這個大瓷石是大爹 這個小瓷鐵 這個小瓷鐵 保陷出一點慈性了 不是說是對於別的眾生就不平等了嗎 他那個都亂了 所以他不起作用 他必須擺在慈藏裡頭來 你自個兒開始居有 才發現這個相互稀的作用 所以相互稀嘛 但是這邊這個太小那個很大 主要還是靠那邊的這個專業力量 靈離山 讓大家都離開這個三鵝道 三鵝道就是三鵝道 出生 鬼 地 三鵝道就太苦了 就成為三鵝道 也叫三鵝道 三鵝一報五千劫啊 拓羅到三鵝 受這個報一報的時間是五千個劫啊 那遠的就沒法說了 所以這個拓羅是不得了的事情啊 所以這個在 最後釋迦牟尼佛在印度 修建金色的時候 很多羅漢在那裡就在那看 羅漢看見那個地方的螞蟻佛 就落淚了 前一個佛 成佛在那裡修金色的時候 這個螞蟻當時就是螞蟻 那個佛都涅盤了 多久多久出現了這個佛 這個佛現在又在那裡修金色 中間不過知道過了多少 萬萬萬萬萬萬萬年了 他們還是一直還在當螞蟻 那還在這兒當螞蟻 這阿羅漢的聯名就落倫啊 所以三鵝一報五千劫 我們不以為就 我變豬就變 一回豬就完了 哪有呢好事 老變豬 因為它思想中全是豬 那個螞蟻 它腦子裡頭這八十裡頭 全是全是螞蟻 啊這個這個螞蟻國王 螞蟻什麼什麼什麼 這種打仗 誰打了我 我打了誰 誰咬死了我 我怎麼怎麼樣 冤家債主都是螞蟻 冤冤相報也是都是螞蟻 所以它不會吐螞蟻這個圈 所以這個這個奢侈不過 就叫大家離開三圖啊 而且得無上力啊 奢受的這個作用啊 讓大家不但是離開三圖 而且得到無上的力 得到無上力 就一直這樣扯到基礎世界了啊 一點點覺悟啊 大家都念佛啊 求往生啊 所以這一段完全是淨土法文啊 沒有別的 就是念佛嘛 你念佛心入 都是無上人啊 德無上法人啊 而這念佛就設六根啊 你只要能達到經念相繼的時候 你不需要任何其他的助力 助援自然就心就善 就明信見信啊 就指這個禪宗 謎記眾生無其佛 你正要是明見本信 十字本信 明字本信 這個無以後世紀仗 天人仗師啊 人天道士都是佛啊 所以六祖那個時候還沒有做和尚 就得衣博了 所以六祖得衣博 算是特殊的特殊 他的廟裡都是苦力 他在廟裡都在廚房裡做工 他並不是和尚 所以因此拿衣博走到全廟的和尚追 他是想 不是爭這個 當然其中有這個水平 但神秀絕不是 大多數都不是 只是想不通啊 你這不可能 怎麼我們和尚得不著 神秀得不著 神秀得不著 這個廟裡頭在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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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 這個苦工的人 一個雜魚 一個俗人 他把衣博拿走 偷的一定是偷的 所以這個自得心開啊 所以不管歷史怎樣 神秀 神秀 能記著十二祖經問 五百人善知識 五百人被他的威信崇拜到極點了 人人都認為那神秀在那 神秀之後 就那就 比我們高得多啊 所以大家說 要寫什麼 神秀那當然是他 我們寫什麼 這個威望起來就很少 一般都是我比你 我比你強啊 大家都心服啊 可是六祖 他只是聽了半遍金剛星 他就超過神秀 又再聽半遍就 就就就就就就就 就得一國就是 天人天人之之啊 所以就是 心開的重要啊 這個一個是 一個是只是在打坐 他說禪定很好啊 不搗單啊 禪定不是禪啊 禪定是第五度啊 禪中的禪是第六度 是般若 這兩個有很大的分別 那禪定的禪還是瞎子 第六度才睜開眼睛啊 這前五度無盲啊 第六度才有目 這智慧的重要 這六度之中 任何一度 如果沒有般若 都不能成菠蘿蜜 不能到彼岸 這是人天福報 你在入什麼禪定 你是入成禪天嗎 就成為禪天嗎 那色界無色界天 成禪天 你打坐人生的天 那生天還留到裡頭 沒有般若 所以廣青老和 他就是禪定 但是他禪定 就有加上一個念佛的好處 所以就是說 也就超過一般的禪定 所以他這裡很有禪宗的氣氛啊 其實比那個禪宗的人 還高明了 所以他就跟那兩個人對話一比就行中了 所以這個自得心開也是殊勝啊 對我們念佛一樣自得心開 這個 援英老法師成為能源獨步 他做了很長 他自己自稱 他兩次幾乎要開悟 但是後來當法師當方丈事情很多 這一方面沒有再得到禪禪 但是雖然沒有得到禪禪 這兩度將要開悟 所以他這個能源還是獨步於實啊 所以在這一方面啊 所以有禪有淨土 猶如帶有果 禪也就是禪啊 禪也就是禪啊 那麼這個這個大志志菩薩 就是從完全從淨土 同樣得到那個殘禪的 所最希望的果實啊 他就入自得心開 入三摩地 而且這個三摩地是能源的三摩地啊 那麼現在呢 跟觀世音菩薩一起 在我們這個世界受受念佛重時候 這件是那個觀景啊 所以念佛的人就為十方佛所護職 為觀世音菩薩大師之佛 所受受 同時你真實念佛 阿彌陀佛在極樂世界 判二十五個菩薩保護你 所以真是真實現在念佛的時候 你用這個 不受魔擾啊 除非你自己內心裡頭 忽然間業力發洩 所以還有是怕業力發洞 一貫很好 它業力沒有發洞 它怕今天那個業力 它要是在這個時候忽然間發洞 所以老是就這樣一句話 謹防業力發洞 忽然間信的人 它可以變成不信啊 因為你在你這個心田裡頭 它是安安地在裡頭的工作 你不知道它不告訴你的 它一下發洞出來 你這個這個業力發洞啊 善根發洞就好了 是不是 現在大將正是善根發洞 是不是 你看你們這就是具體善根發洞的樣子 全家阿興佛像 建佛堂來文法 那是善根發洞 所以趁熱打鐵 善根發洞 你業力一定有 所以說沒有業力呢 就是那個代化的 交業往生啊 不能業力無窮及無盡 代業往生 你不等它 不要等它發洞 這個時候叫這個 這個因緣成熟 往生之後 往生之後 小業去 不是在這個世界把業 那就不可能了 也難行道了 就要承認 這個業力是無窮無盡 種種的東西都有 現在就是警方它發洞 目前這善根我們叫 動再動 再長 一直到成熟 一心觀禮 這是普賢菩薩 普賢菩薩 普賢菩薩 我們今天也有特殊的意義 它就是金剛薩多 是密教的初祖 在我們這個世界 在大 在皮多渣大那也是 就等於觀世音菩薩 在釋迦牟尼佩 也是一樣 這是最上手的菩薩 所以在咱們無量受精裡頭 也是 都是得尊普賢嘛 來的所有這些菩薩 都賢供尊修 普賢大事之德 這些菩薩都尊重 都在修持 修持什麼 修持普賢大事的德行 普賢大事最突出的 就是後來這兩句話 十大願望到會極樂 禁空法師就因此而趨向禁途中 他本來是講維持 講什麼什麼 他講華言 講到這個會後普賢心願品 普賢菩薩發十大願 十大願望 在願望的導引到這個歸宿 最後就是極樂十天了 願望靈欲命中時 我這個禁出所有諸障礙 面見彼佛無亮光 即得往生安樂沙 這普賢心願品 那就是普賢不他的願望 因為我靈禁命中的時候 我這個障礙消除 障礙的就是往生的障礙消除了 不是業力都消除了 這一點大家要注意 這不一個字 都有一個字的用處 離境一字變通魔術 我現在有好多他不大小心 你不能離開啊 那個背叛是更不行啊 一個字是啥都不行啊 四字而為都不行啊 翠丁可少說兩句 太喜歡說了 不說也不好啊 我們能否知道有把握的 就盡量啊 這個普賢菩薩是 無量壽如來會上 坐列上頭 德為眾尊啊 在佛說無量壽經的時候 普賢菩薩是上頭 跟華眼鏡一樣的 第一位 坐字會上 德也是眾之尊啊 所以大家來的人 都是尊修普賢大事之德嘛 所以德也在眾中稱尊啊 除了是華眼的經主啊 所以華眼跟無量壽經 是同等的經啊 萬興莊嚴啊 萬種功德啊 所以普賢叫大恨 說什麼啊 官司寅是大慈 這個 官司寅是大悲 彌勒是大慈 普賢是大恨 文殊是大志 地上是大怨 很多人不同的祖 他是萬興莊嚴啊 這個 他化身化身化身 為什麼呢 就是密教的最初的祖 是金剛薩多 這個 唯密教出祖啊 這個 自然這個世界 各種世界 各種節 永遠是密教的最初的祖啊 在咱們這個世界 這個蓮華生大士 咱們在佛學之典都找不出這個名字 甚難得文啊 大家所知道的是龍術啊 所以東密什麼 這個中國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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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載都把密宗第一代 稱為龍術 龍術菩薩是個很特殊的菩薩 是佛教分十宗 他是八宗的祖師 這是最奇特的一位 一位大菩薩 少年的時候 可以說是個流氓 跑到王宮去 他會隱身 他的一切的邪友 跑到王宮去 就弄得很多這個宮女大豆子 他說怎麼回事 他們就是好像睡夢中 我說還是有真人來了 這個話又結束 就是到了晚上把宮門緊閉 排了多少立誓拿刀砍啊 那結果是都被殺了 就是龍術他就藏在國王井背後 用那個刀要離國王遠一點 那國王走哪去 他緊跟著他不讓出氣 最後看看數了好些人都死了 這個也再也砍不著人了 我差不多都殺光了 宮門開了 他偷偷地跑出來 我都跑出來 哎呀這玉為苦本啊 這我明白了 這個苦很苦啊 很驚險 差點沒死 好朋友都殺掉了 這是由於什麼由玉啊 玉是苦本啊 這土家 後來成了八宗的祖師 華岩就是他從龍宮中取出來的 龍岩也是他從龍宮中取出來的 淨土宗的祖師 禪宗祖師 中間接一波的 八宗都是祖師 律宗的祖師 這極特殊的一位大師 在活這個涅槃後五六百年的時候 這一個大菩薩 他在南印度 他拿這個幾個戒指 打開了一個鐵塔 進入鐵塔 親自見葬金剛殺作 所以這個書上的記載的密宗的來源就是這麼來的 金剛殺作把這個法授給龍樹 日本他們都是公平龍樹 他們不知道連東蜜唐蜜都是龍樹 龍樹和蓮華盛大師互為師徒 蓮華盛大師是從阿南那兒得的法 他比龍樹早 他是從阿南那兒得的 釋迦牟如果預先交給阿南 你得給蓮華盛大師 這兩個人有交流 所以這個都是大德 沒有那個獨自障礙 這些法 我從金剛殺作的 他可以給蓮華盛大師 蓮華盛大師 從阿南那兒得到的 可以給龍樹 所以從這就證明 什麼叫出祖 金剛殺作 而且現在是所謂的金剛阿扎黎 就是代表金剛殺作 所以在這個 這是土賢的一個特殊之處 這個金剛殺作就是他的化身 他也不但是顯教得為眾尊 在密教也是以為教主 他因父舍因地 他雖然是這樣殊聖的 已經殊聖的成就 他還不捨 還因地 還實踐為菩薩啊 他雖然還是 他現身為因地 但是他一切玄廟 玄廟 所以這個華盛十玄 這個最深密的東西 最廟的法呀 廟法蓮華經啊 華玄是十玄門啊 廟法蓮華經 這位廟法都是玄廟嘛 他都收了 都收了 都融會了 融會了 最後的華盛後 主席回來就是十大元王 到鬼去了 而這一瓶 是在八十一卷華盛的最後一卷 怎麼出來一個八十一卷呢 這個最初翻譯的華盛 這個近頭就翻譯過 是六十卷 六十卷 唐朝國家又組織翻譯 很多大德 清涼國師什麼都參加 這次翻譯的是八十卷 成為八十卷 這個剛翻好 又進一種華盛 四十卷 再翻譯 第三個翻譯 四十卷 四十卷 四十卷沒有擔心本 其實大藏裡有四十卷 現在可能有 台灣可能這樣成現了 過去是沒有的 這個裡頭最後一品呢 都三次對翻 六十八十四十 基本上都廣略略有不同 這個 有一品 最後一品 是八十卷所沒有的 都是補欠心願品 這已經翻好了 八十卷怎麼辦呢 就把四十卷那是最後一品 搬進來 作為八十卷的末一卷 成為八十一卷 這個是到中國 在這個三種华言中 它是最後來的 是四十卷言的 經到最後 把它因為這個全都沒有來 這個把它補欠心去 所以這個補欠心願品 現在是另一位 淨土五星之一 就是十大願望到位 俱落這個祭司在這兒 就是等到你什麼 你臨死的時候 我猪根敗壞 你一切一切都不能跟著你了 一切都沒有作用 那到了這個時候 你的願望不離開你啊 所以法大願很重要啊 所以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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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得往生啊 你只要面臨 臨到臨終能夠 往生求老世界 面見筆迫不亮光嘛 往生啊或啥 那就是一切都得多 那你就不退了 決定就等著成功了 大願大恨不顯不得啊 所以十大願望是大願的啊 萬恨光顏雖大恨啊 那是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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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實際啊 在這個救度眾生 弘揚正化啊 建這種菩薩真啊 以這個行為主啊 這時候大衡不顯不得 現在是大衡不得 他不能重新的 國安那些人 公關於法王長子 你現在是文書 一心觀禮法王長子 過去的習慣,國王是立長子,法王長子就說這個是要記法王位的,而且是七佛之師,文書是限制的徒子,文書是芝加牟尼佛的老師。 不單是釋迦牟尼佛的老師,七個佛都以文書為師,都是文書的弟子。 文書菩薩就名號中聖廟極強,無垢大聖,這個名就代表它是德嘛,有的只是反成廟極強,聖廟是更殊勝的廟,名字就更全。 這個這樣的大的智慧,這是最極強最妙的,出聖的妙啊,為聖廟極強啊。 這個開明本心啊,你的這個本心是什麼,本心是無垢大聖啊,從來沒有軟物啊。 從來沒有軟物它是無垢啊,它是大聖啊,那也是不僭啊,不僭不僭啊,是無垢大聖啊。 願共眾生同生極樂,就是這樣的,你看啊,是佛的老師啊。 而且就是本事釋迦牟尼佛的老師啊。 文書代表什麼,代表根本質啊。 所以這個禪宗啊,這個開悟啊,就先得到這個根本質啊。 文書就表示這個根本質啊。 而普賢就代表這個差別質。 你得了根本質,你還要度眾生,你要知道種種的,要知道種種的這些行動, 種種的救度,種生有種種的根器,你有種種的藥。 有種種的病,你有種種的,應當應病給藥,這都需要智慧了。 你這個藥頭錯了,你不但不治病,你殺人,用醫殺人呢。 你看這個說法很難的,這關鍵人家會命。 這不是一個死的,他這個,你比如說你吃,你遭涼了,你這個是中了寒了,你給他吃一點熱藥,吃點薑湯啊。 你已經在上火,你去吃補藥。 這個飛機糧,他已經有火,他吃那個是以蒸脈銀,吐血了。 這不是一個這個,不是說是人生就賊吃都好的。 所以醫生一看你壞了,你吃蒸脈也吃錯了。 所以這個叫差別質啊。 這個文書代表根本質,你用根本質才產生差別質。 所以這個,有這樣的大智,它是願共眾生同生其樂啊。 剛才我念的那個普賢菩薩的求生的記字,是七個字一句四句。 到文書這兒,願我命中時,他把七個字變成五個字一句。 願我命中時,滅除諸障礙。 面見啊,彌陀,往生安落差。 內容完全一樣,四句內容完全一樣。 但是字,我有點變化。七言變成五言啊。 他這個,還是在文書《般若經》啊,講到一行三昧啊。 這是文書所特別提出的一行三昧啊。 就說這一件事,就是這個文書三昧啊。 這個一行三昧就是,細心一佛專稱名號。 你把心,就集中在一個佛的身上。 專稱這一個佛的名號。 急於念中得見。 他原來的這個,得見彼佛啊。 我們這裡當然是念的,都是念的彼佛啦。 就當然得見彼佛啦。 這個就是說,他這個一行三昧。 這個就是文書這個,他這個一行三昧。 不完全是,都是,正是咱們這個稱名念佛往生。 這樣的這個,同樣的主張。 而且是,細心在一個佛上,就在阿彌陀佛上。 以前本是釋迦牟的佛所謂的。 就不要跟你這個念佛幹什麼,你不用觀想,不用幹什麼。 你只要稱名號。 就這樣就夠了。 你就在這個念中,在你念念之中,你就自然而然,你就見到彼佛了。 啊,這是一行三昧啊。 他這個就是了不起的三昧。 這個大智洪神啊。 這一行三昧。 這是殊勝的智慧啊。 說沒有殊勝智慧,你不能相信這樣的事情。 這麼殊勝的果實,就這麼簡單,你念一個名字就能成功啊。 哦,我覺得你念,你念。 這個作為這種懷疑,就是所謂情賤啊。 情賤之中啊。 在這個情賤之中,實際上沒有常識中,沒有這樣的事情啊。 所以現在就是,我們這個都是打破常規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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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是文殊實力菩薩。 啊。 這個大佛,他最後一個皮特米勒,當來的佛。 現在正在鬥出來內院。 這個,虛雲老,那個監獅虛老,在廣東遇難的時候。 那條骨打捨了好幾條啊,大家踢啊。 啊。 所以我們受一點折磨,我們想想這些人。 想想,若那祖師讓達賴關起徒勞了這十幾年。 給他吃毒藥。 啊。 想想虛老,讓他們這個,這個農民都放到口袋裡頭,用腳踢。 那條,給一條骨踢吃了多少條。 啊。 受那個冤枉。 說他是地主。 廟裡也有點甜嘛。 那些主,他就拿他當地主對待,鬥爭啊。 哈哈哈哈。 我岳父給他治病,覺得他感冒很快就好。 或者他就那條骨斷了。 終於還都治好了。 也沒有動手術,就吃藥吃好喝。 他們成了很好的朋友。 他這個,在這個病得最沉重的時候,大家都以為他死了。 他到了彌勒。 啊。 現在在這個,這段地下的很強行。 他還記住了彌勒菩薩說得及。 他這個,這個還有一個錄像在等著呢。 那就是,他親自到了一塊內院。 而且看到熟人,有幾個熟人。 把他領了給他有座位。 把他坐下來。 聽這個,聽彌勒說法。 說完法之後,彌勒就跟徐老說, 他說,你還得回去啊。 他說,我不回去啊。 你都太哭了。 他說,不行,你還回去。 他回來之後,果然是有很重要的任務。 那當時,大家打他。 這個有人就說,他就問這個,說, 這共和尉兄,這個老和尚打不死的。 不想打死啊。 他問了為什麼打不死呢。 他們就回答,老和尚為眾生受苦。 說,你為你們消災,是打不死的。 他就聽他害怕了。 我們彌勒是在靈山會上啊。 不在靈舊山說法啊。 我們簡稱為靈山啊。 清承佛會,親自承受佛的教會。 受到佛的祝父, 給把大聖無量壽金交給彌勒, 叫他活。 繼續弘揚啊。 祝父他啊,要弘揚淨土法門啊。 這個彌勒是承擔了這樣的, 這罷障。 這樣的大聖無願啊。 現在兜率內院,兜率是兜率天。 兜率天是御界天。 所以有很多人是上兜率天去, 兜率內院去見彌勒, 到了外院就迷惑住了。 到了外院看這個御界天啊, 這個男女啊,這些情況啊。 他的御心啊。 因為那比我們這個更能夠動人啊。 他更美啊。 所以就進到內院了。 他正在內院啊。 都在內院。 就內院是個道場。 現在這個彌勒就在那兒說話。 有很多人都在那兒。 那是一個道場。 這等於是一個啊。 就是在天界的一個淨土。 所以要求生彌勒, 那個彌勒的淨土都在內院, 也不退轉啊。 將來就隨著彌勒一起來。 啊。 三會龍華。 他常常說三會龍華啊。 這彌勒他的福報很大。 來的時候人都是八萬多恥高, 人活八萬多歲。 這個東西都是自然就生長了一點不需要勞動。 福報非常的大。 因為彌勒是大慈。 慈就感受福啊。 慈是讓人家歡喜啊。 所以得的報福也最大。 大福彌勒。 他只有把現在有許多人跟佛接了緣啊。 沒有能夠、始終沒有能夠度多。 最後都是彌勒菩薩包幹。 成活在彌勒菩薩成活的時候得度三次會龍華。 就是三次的道場。 所以彌勒不是像釋迦牟尼佛說佛一直在說法。 就是三個法會。 就把這個可以度的都度盡了。 他就完成任務了。 所以三會龍華。 所以大家說我們都是龍華會上人啊。 就是這個事情。 這個沒有成功的在這個時候等著彌勒來度。 可知道我就算過。 這個年可是很大很大的。 也很長很長啊。 不好等啊。 將來怎麼三會呢? 你將來也都來幫助彌勒菩薩。 紅華。 釋迦牟尼佛的時候。 這十六個大弟子都是佛的事件啊。 都過去都是成佛了。 叫聚佛提亞。 他們都是佛。 事件啊。 來這個祝佛的紅華。 所以他才能提問題啊。 能問問問題啊。 許多眾生。 那個根器他想不到這些方面啊。 金剛精的這個徐福提起問的問題是。 雲何柱、雲何降伏其心啊。 就是這個很深,很妙很好的問題啊。 所以就是說。 什麼人能報佛恩啊? 兩種人啊。 一個是善問啊。 問都好啊。 會問啊。 一個是善拿。 但是善拿在第二。 善問擺了頭一個。 什麼人能報佛恩? 頭一個是善問。 善問擺了頭一個是善問 Confederate的不信。 就錄計一切眾生在佛提樹下成 verdant Natзl , 正跟這個釋迦牟尼和釋迦牟尼是一樣的。 福德無邊是彼勞的特點。 福德是無量的福德。 彼勞陀上,現在已經那就成佛了。 現在成為彼勞佛是趟物, 到底成為遠 interacting . 那時候成佛了。 《尊修普賢大師之德》 《尊修普賢》 《尊修普賢》 《尊修普賢》就是《無量的行》 《無量的願》 《安住於一切的功德化》之中 諸大菩薩都成為菩薩 所以施利弗他們 本來就是佛菩薩的視線 這可以成為諸大菩薩 這是一個理由 在一個理由 這些阿羅漢都回小向大了 就成為大了 我看 回小向大大了 說大了 我看已經不是小聲音 把小聲音回轉 向你大聲 說大聲的就是菩薩嘛 是不是 都成為菩薩 再這個 再下一條第三十條了 還有很多問題 留給你 他的問題還沒完 從上以來聯中駐主 聯中的祖師 這裡有一個問題 大家都可以共同 現在我們聯中的祖師 我們把團團跟道座給刪除了 古威典的記載 有很多都是這樣 我們的祖師 是會員 會員然後團團 道座 善道 像是斯規吉等等 有一些著作 還有這個網生這些 把團團和道座取消了 這個一個原因就是 他們的著作流傳到海外 我們中國沒有了 所以淨土中有十種書 國內就醫師 成為藝本 單身旁一個獅子 我們從國內沒有了 現在又都回來了 所以我們現在 是個很好的姻緣 大家要知道 所以這個就是 所謂法治江心 這裡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讓我們感覺高興的 這些書回來了 過去像這個廉遲某一 沒有見過 而現在我們能見 這是一個很殊勝 無良壽經一千多年 沒有得到善本 這個時候善本 是日本投降以後才出現 沒有多少年 我給我母親過生日 我給我母親印經 這個時候是最後才把這個定本 再定下來了 最後定本四句話 加進去沒有地方加了 加在那個刊物表裡頭 只好做出印刷錯誤了 但是後頭加進去 這家伙子再定 所以定本呢 我都日本都是投降 我從這重新回來了 這個沒有多少年呢 咱們也遇著了 這又是這個前所未有的 紅白教從來沒有到過大陸啊 更不要說什麼香港啊 台灣啊 你們美國啊 過去來的是黃教 元朝來的是撒家財 都是比較新的 真正古代的這個紅教 連花生上時叫白教的這個法 這漢地一直沒有 只是在西藏啊 在西藏過去交通不方便 生活不方便 種種障礙 所以沒有把這個教法傳到 咱們這邊來啊 這是羅納祖師開始的 羅納祖師讓這個跟達賴啊 這個漢地不一樣啊 達賴是依附英國 英國七六七上 當時呃這個呃這個 還是帝俄 帝俄七六蒙古 這蒙古還是沒有了 英國的七六七上 它擔作很多便宜 還沒有把他弄走 但是達賴還是清英 羅納祖師主張清華 說這個就成了個對立面啊 那麼這個達賴祖師就把他抓起來 拿臉上塗抹油形 關到土牢裡頭 而且是怕有人看過來了 極度就極度地要給他吃 後來報告說死了 就派人驗尸 死死死死死死了 那達賴和羅納祖師四個手 用手刨了個洞 多遠多遠從那個洞口出來了 羅納祖師四個這麼說 有人就說是恐怕是羅納祖師 是不肯講 可能是神通 那我說不做 不做平衡啊 我都可以 祖師出來了 出來之後衣服都這個糊填 一片一片都飛了 頭髮長的到腳跟 你看這日子多難過啊 所以不死者 就因為修綠豆母啊 所以在大金門 就是今天了 人家是綠豆母會共 關心葡萄的化身 大慈大悲糾多 這才到中國來啊 他這確實 這個密教 這個當年這個 榮術一致 這個蓮華人總是從阿南來得到的一致 匯聚 紅教白教也匯聚到蓮華金社 這個 總之這些叫來了 這是很 很殊勝 也是個很殊勝的 因緣啊 這一切 所以現在就是說 前人所沒遇到的 所以但是 所不如前人的呢 現在很多人就不如前人那麼精進啊 所以只要大家肯精進肯什麼 把這些優點發揮出來 將有一個 一個中心 就是要起個高峰 這個高峰 先起個高峰就是比前後多高 啊 你現在這個 這次平在這兒出個湖 湖的高峰 湖就比未來也高 比過去也高嘛 當然以前也有 還有更高的地方 從這麼下來啊 不論整個是個平面 就是根據這個 這個西藏的這個傳說 當不久的將來 這個國教是很荒廣啊 出現一個中心的高峰 重寒是很高 三百年後 會回教 回教就是要到什麼地方 佛教就滅 就孟加拉 什麼等等的 還有很多很多 回教佛教 她說孟加拉國 過去就是巴基斯坦啊 都是印度嘛 都是 本來都是佛教國 都變成佛教國了 就從印度奔出去了 回教所倒了掉 伊朗 在漢長那是殊勝的佛教國嘛 但是後來叫波斯 現在到伊朗 回教國 那時候很 就是霍美尼 非常非常頑固 所以回教到了地方 回教就不行了 將來回教了統一世界 三百年後 所以因此 還是 都是提起不服的 大家利用這個時候 是一個上升的階段 這是正式特殊的音量嘛 大家很好的發行啊 這個 三百年後 再起個風 佛教又勝 都是最困難的世界 來了之後 這時候有一個好轉 那個風不如現在 那個再過去之後 以後再也沒有風 就是一天不如一天 一直到最後 最後人只活十多歲 他劍門就要殺 他最後這個時期之後 靠一百年的無量壽經 整個的這個 這個馬運就是如此 所以這個無量壽經的重要性 大家就明白了 所以這個經理 跟無量壽經相符住的 所以這個地球皆要 要老能存在 大家老修 無量壽經 必然也發達 而這個是從現在起 中心不中心都不管了 反正這是 這是印度 這是西藏來 咱們現在估計擺在一邊 總之 法 是到了末法了 最後 一直從現在 到最後 法都滅完了 還有一百年 是靠這部無量壽經 這是肯定的 所以我們在這地方做工作 是 刀 這鋼就在刀刃上 是吧 就是這樣 我們要 剛才就是說 這個金融出租族 我們要把這個 將來還是要把這個 團團到座 恢復進來 團團十二族 到座是三族 善道是出租 這個是 將來再要 印這些時候的時候 我們做這種主張 老一點的 像楊仁山 那個三四經裡頭 還都有團團到座 說這些書沒有了 那他的書 團團裡頭 往生論柱 有的和法原寺的 我就學上他們看 他說我覺得論柱 比論還好啊 就是天經菩薩 天經菩薩是 三經一論的 靜土中的 三部經一部論 把這個團團做了論柱 道座有安樂 大吉 講這個念佛法文 許多的很多法 都是講實名念佛 他們以為他們是官祥 他們確實 常是修官 他是本來是學道教 就長生 後來 我就說那個 他們這裡有什麼長生之法 長生之法 在我們佛教裡 把官經給了 他一看 把那道教的功德都燒掉了 把那氣功的 比現在的氣功高得多 不要了 就修官了 但是他讚嘆 持明念佛 他叫這個論柱 道座也是一樣 這權柱就好 將來 將來這個 好像有的進攻法師也在印 所以說論柱什麼 所以這兩本柱都應該印 像那個突然 也是都是丟的 就是又回來了 所以我們這個 直到這兒去 連中初祖 我們應當時 還要紀念團亂倒座 現在就是說 在這裡頭 這個 山道當然了 但是功德都成人了 但是 那名字是了不起的大德 祖祖 連池偶役啊 一直到車屋祖師啊 跟祖師 還有 洪宗演教 是洪洪禪宗的 是講教的 講教就不光是淨土的 怎麼講維士啊 講法華啊 講什麼什麼 這都是洪教啊 洪宗演教可是它歸向淨土的 這些打算知識 還有 還有 那個本人 那個本人 歸一的 給你傳歸一的 給你傳授界的 給你傳法的 這密法傳法的 給你灌頂的 諸位老師 尊師 老想著這些老師 而在這個地方 就是對於這些 淨土宗的祖師 以及過去和淨土宗 淨淡過淨土宗 歸向過淨土宗的 禪宗啊 教下各方面的人 以及我本人 給我傳歸一 給我授界 給我這個傳法 給我管底的一起來 尊師啊 這個就是這個 這是一半 在這兒擺的一半 底下就是 官裡禁虛空騙法界啊 啊 常駐三寶啊 就是土裡三寶啊 佛法僧三寶啊 十方的護法菩薩啊 我們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密法裡頭啊 三個根本啊 啊 所以這個也就是 這個一個 一個根本啊 我們密法裡三根本 是上師 本尊 護法 這個你是 都是你的根本方面的 啊 應當尊敬的 啊 應當依靠的 上師是 是加持的根本 密宗是靠加持力啊 像我們這個 定讀中 啊 就臨死的時候 佛來接引 這個加持力啊 啊 而現在這個 十方佛恩 阿彌陀佛派人來護持你 啊 這個 這個 這個大事實 佛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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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都是加持力啊 啊 而這個在密宗就更強調 都叫做加持力 這個加持以這個上師為根本 都 這個 就好像這個 這個電廠這個電 通過上師這個道線 送到您的住宅 哈哈哈哈 啊 有這個傳道啊 那那是 是有發電腦 但是你這住宅之間 你要依靠道線 誰是道線 老師是道線 所以這個上師是加持的根本 本尊 所以我們不但是靠自己力 還要得到 這佛陀佛陀佛的加持 這樣起作用那麼快嗎 啊 你要得到覺悟啊 要跟佛一一樣的覺悟啊 這個成就 就是 這根本 本尊是成就的根本 你現在念佛嘛 你現在就是 阿彌陀佛就是你的本尊 你要成就 那就是阿彌陀佛啊 是不是啊 這成就的根本靠阿彌陀佛嘛 所以本尊呢 你現在要修法 有的修修律度母 有的修觀音 那麼修金剛薩多 那麼這是你的本尊呢 你成就就是成就 修律度母 我先成就修律度母嘛 這成就的根本 還有事業方面 你要度眾生啊 你滿足眾生的許多願啊 要辦成很多事情啊 就是我要印經也是事業啊 你也要有經費 有地方 有人的幫助 有好多的好多好多事情啊 你才能夠印出一步步來 所以辦事業 事業的根本就是護法 這個世間也有 我這個 他幫你的忙 或者是把錢送來 或者幫你做教隊 這個是人的護法 還有這個 這個西宮中許多護法神啊 這些護法 這個是事業的根本 這三根本 這個就是事業的根本 這個一個意思 我這個經理三寶 特別是十方的護法菩薩 維陀佛大家都知道 這是護法菩薩 所以這個 顯教的經典 那個上公呢 護法恰難 維陀佛 都天啊 護法恰難 那也是要公益中 公益護法啊 還有金剛啊 金剛是現威武相的國 還有梵 梵是 色界天 還有漢天 很清靜 天 就是包括各種天啊 漢天 御界天 龍 神 這個天龍 各在一起 就是代表天龍八部 天龍八部 也叫龍神八部 所以天龍神三個字 各在一塊 這三個字 是代表三個方面 暗設了八個方面 這個八部 我就不能 不不不不不不 不都念了 裏頭包括金翅鳥 活起來就是金翅鳥 金翅鳥呢 它還有一個吃龍 就好像那個雞 吃小蟲子一樣 所以龍 就沒辦法 求佛保護佛 就把那個袈裟分給它們 一人頭上掛一封 龍頭上纏了一封活的袈裟 那我基本上都吃到了 海水 它是兩個膳的 翅膀一站著海水 就坐 站在一邊去了 吃著龍 跟那個雞翅蟲子一樣 金翅鳥 阿修羅 等等 這是八部 這一切聖仙等 這裏 金剛就是聖 有很多護法是弦的 有很多護法還沒出六道 這也有 這也有 它還是在那保護法 它還是鬼神 鬼神 它應該是天嘛 你沒出六道 龍就比天還低一點嘛 這個就是 這些護法 總之它們既然都在護持正法 我們就對它供應 而且是事業的根本 所以我們這一切修辭 最後一條 一心代為替代 所以我們這一切修辭 都是譜為眾生作講嘛 代替哪些呢 代替我生生世世 以及現在這一生中的父親母親啊 我們這個修法 不過我自己修 我替我父親修 替我母親修啊 還不是 就是這一生的父親母親 我們過去多少生 有多少父親母親啊 我都要替代啊 所以我們這個心很廣大啊 所以你這個笑也是真正的大笑啊 不光笑著今生的父母啊 所以這 這就使得我們一個人 就是偉大了啊 所以這是在學佛的 不剩的意義啊 我常常大變活人啊 所以學佛的過程 就是改造的過程啊 你學了半天佛 不但學佛是如此 連儒家都是怎麼說 你念了四書 你還是跟照舊一樣 你就不會念四書 你必須根據孔子的話 你把你自己要給我改變啊 我這些 我們老這麼做 這麼回向 你看看 就不知不覺就變了 現在你到這個念 你本來就沒有想到這個 現在你念就 你沒想到也就實情了 是不是 救揮它 而且實情實情裡 都純熟了 你讓你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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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熏的力量 你成了這個成了習慣啊 對待一切都都是這廣大型啊 啊 不但是父母啊 而且六親眷屬啊 啊 這些親眷都有啊 而且冤親等重啊 這個冤親平等 你明白了 不但是冤親 不但是平等 還先提出冤來 冤還在親的上面 正是火腳的偉大啊 啊 有一個誰問我一共聽 我說說我 我願意提一些功能 但是有這麼幾個人 我說我把我的功德 我要回答給他 讓他啊 我就不甘心啊 這個人太壞了 怎麼都對不起 我為誰回想都可以 還要幫我他 要替他 他說所以這個心痛啊 你還是有分別 啊 所以我們就連這個成了 就要發展到 就是你這個最 你腻的 最記憶最真 你最不能原諒的人 也原諒嘛 所以這個心啊 頂禮三寶 我這個客頭 是替他們在頂禮啊 所以這個羞恥 就不是完全為個人啊 啊 就說通過這些個實踐 啊 使得你得到轉變 這個秘法有很多這樣的 啊 通過你的實踐 轉變你的認識 啊 這個這個秘法現在供一個東西 就是 很多髒東西都擺在這 拿來供佛 你這個不然你就覺得這個 不然你這個經濟 你這個金剛靜靜的 心靜的那個不夠不靜 你就是那麼念 你那還是有夠有靜 這個你一下子就過不去了 我就只能拿這些 這樣的東西來供佛 你就有夠有靜 那個九二九 就覺得這都是情靜 都是情靜的 你這個分別靜音少了 這個就不夠不靜 總之就是要慈悲惜捨 捨什麼 捨這一切分別 虛妄分別嘛 啊 你別啊 頂禮三寶 求哀懺悔啊 我替他們求啊 我這很哀怯啊 替他們懺悔啊 你看不但這個合同啊 而且不僅僅是這個範圍啊 底下還普代法界眾生 普遍代替全法界的一界的眾生 所以我們說 我們一個人的修行 不是支持你一個人得到好處啊 啊 九三說 那是一個地球 這還說小的是 全法界都得到好處啊 啊 啊 就是如此啊 啊 這樣我們才知道 我們這個生命的意義 我們的生命的寶貴 啊 都有這樣一個人在世間 全法界的眾生都得到好處啊 啊 普代法界的眾生回向西方基羅世界啊 啊 啊 從生淨土 同源種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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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同生到基羅世界 同源 同圓滿 啊 啊 一切種子啊 啊 這就是一切種子 也就是圓滿一切種子 也就是圓滿一切種子 也就是圓滿一切佛的智慧就是成佛了啊 那麼 阿彌阿彌陀佛 這就圓圓滿了啊 啊 那麼 我們還是很順利 那現在是還不到 這就是十一點了 十一點了 十一點了 或者還有一些時間 大家可以歇一下 啊 啊 這個 書 書聖 這是 是很肯定的啊 啊 這個 啊 很多人 這個 十九啊 都得了好處 啊 他同工 大家就是說 我如果很忙 我這個十二 我可以用八足 四八三十二 以前背書斷 以前背書斷 兩頁 啊 不是背啊 你就是拿著照著念啊 啊 你以為念一邊拜啊 你再忙 這個時間你給擠得 擠得出來 就拜了之後 拿著佛珠 你念幾川 這不就成了功 nine嗎 練完了之後 自己再默默的可以 祈禱自己的心願 我們正在念佛的時候,正在念基督教徒藥的時候,不要想著這些世間的這些事,把這些事情放下,這個時候一心向著佛,向著基睪,貴後替眾生自成為,就是這個,把世間的事情擱在一邊。 但是世間的事情都你念完之後,你求願的時候,你都可以求。你求財也可以,求子也可以,求妻也可以,你求愛人也可以,一切都可以求。 這個就是說,你正在修法的時候,你不要什麼都各在一塊兒,放下。但是這是允許你求的。 人家一切的祈禱。還有很多,他這個護法神等等,他這個看見你求得很肯欠,他要護持你,他就要實踐你的願望。 那護法的水平不是像你,有的是還沒有處理到輪迴嘛。 所以你必須你心裡的天天在想,天天在求,在禱告,他才知道。 所以這個就是說,你在你都完了之後,可以祈禱啊,這個,三寶加倍啊,護馬加護戀啊。 來求我們像盧月齡,他就首先要求他的孩子啊,健康成長。 你允許。你這個不是,不是留戀所佛,你這個還是眾生分上。 而這一切,你這都是,都是,都是,都不說。 你還在求這個,你在這個行動的修法能夠少。 沒有。沒有。沒有。那個,所以這個就,而且確實,這個加倍力是不可思議。 自己的用功啊,所以一方面能夠趕啊,所以就是趕能夠得到硬。 誠懇,你心很分散。心很分散的就是,就好像光線沒有聚焦。 啊,用一個放大鏡,或者就,或者成為火鏡,你把這個太陽光一照,就能把陽火點照。 也沒有,你沒點照。它集中。 啊,所以我們心不要分散啊,啊,你想著,想著,兒子把它集中在。 所以自事而上,置信一觸,無事不慢,沒有不成功能。 啊,所以我們天天就是拿一段時間,集中我們的信念啊,啊,來用功。 我們世間這些事也希望它好,那我們就和它這個地方來祈禱。 所以它這個就是這樣,它是這個,呃,沈山征的話,說淨土中的好處。 就是,不費釋法而正活法。不離佛法而行釋法。 所以我們都是在家人啊,我們世間都有責任啊,啊,種種的。 我們要行這個釋法,我們並不可以不離開佛法來行釋法嘛。 我每天有定課嘛,我沒有離開嘛。 我還得做我的教室嘛,是不是。 做我們的,開我的這個啊,經營我的企業嘛。 啊,同時這個,我不是花了點時間嘛。 我這個時間也用來祈禱了,也都,都有我們的這個。 而且,你抽一點時間來祈禱,呃,根據我的經驗恐怕是這樣。 你得把全部時間拿來做事件,好不好,還笑我還要高。 啊,真的有個不可思議。啊。 不過已經一上來,我是信不及啊。 但是你切信,啊,我確實有此。 我最近一個人,這前不兩天,大家都很熟悉的孫招, 腰疼,疼都不可忍啊。 不然沒辦法就拼拼念,那六十大名招。 他拼拼念了,這個人呢就是,逆加持啊,苦逼得在這。 我常常說,他病中要念,我念得特別好。 我就說,我會罵自己,我人是劍骨頭。 我說,我要,都像我病的時候那麼念,我早成功啊。 他一不病來,他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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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逼得就戒呆了。 那他念,他這沒有我了。 找我找不到了。 找我找不到,接著又念了一陣, 還有時間,還有半十天,是不念了。 就早點回去。 再一看,我腰怎麼樣,腰不疼啊。 所以就有這件事情。 我自己還有一次有這個經驗。 超度,提眾生,求往生。 這個超度要用氣,要觀想啊。 這個心中的種子夫。 衝出頭,喊用力。 我那時候就寫了牌位了,進行修朝鮮。 直到晚上夜點了。 八點多鐘了。 吐血。 一口彈出來是紅的。 再吐一口還是紅的。 我就想這個恐怕,哎呀,這個我要躺一躺啊。 我覺得他腿都軟了。 我想我要躺下去恐怕就沒法修了。 我不能給這些個被超見的這些亡魂失信。 我已經寫了八個月了。 那你都會修了失信。 哎,死也修。 還上座。 而且知道這個是對於這個很不利的。 你修這個,你不是不用修而已。 你還,他那裡的就是破了。 你還部長他。 不管。 就修下去了。 那就漸漸就覺得,嗯。 一口彈和一口彈的這個距離就長了。 顏色也慢慢就淡了。 那一直到修完法之後, 還有兩口彈是有血的。 第二年青少起來,有一口彈有血,再也沒有了。 沒有任何業。 另外一個老同學,他吐血就住醫院了。 住了好多天。 出來之後,又吐又吐。 兩次住醫院。 我那次躺下來也就住醫院了。 不住醫院也要躺很久。 就是你真正把這一切置諸意外啊, 就是豁得出去啊, 本來沒有病啊。 那一個大祖師啊,生了病。 他說我為什麼有病啊? 我有身體。 我沒有身體。 你腰疼呢,不因為你有腰嗎? 你有腰誰疼啊? 你頭疼不是因為你有頭嗎? 肚子疼不是因為你有肚子嗎? 因為身體嘛。 你有感覺不就因為你有神經嗎? 你知道疼是你神經的作用嗎? 所以那個痛法和人不一樣啊。 痛法有人高有的人低, 我的痛法就比較高。 有時候在醫院他們給我拿刺, 他們在看, 你說你這點是關公、刮公、了解啊。 他說我,我不覺得。 我痛法比較高。 他覺得很驚訝, 他說你這點是關公。 他一直打針, 他就打針,一針一針, 抓找不著我的這個鏡牌, 都對這時候抓完了, 我抓對這時候也找不到。 我沒有,我沒有,我定責任了, 後來他實在沒辦法另外搶個護士來, 這個護士一針就打到了, 打到幾把針,應該是。 我也無所謂, 這痛法有人高有的人低, 所以這神經, 神經也是因為身嘛。 他說這個病是為什麼有有身, 為什麼有身呢? 有液。 你沒有液哪來了身體呢? 那我收這個報。 為什麼有液啊? 有妄想啊。 都是真如能哪來液啊? 我就,我就旺, 有旺才造液嘛。 那妄想本空。 那居然是旺, 虛旺就是空, 妄想本空啊。 無名也本來空啊, 所以國最後。 所以新經這一部經史書上啊, 無無名啊。 所以連無名都沒有, 所以現在這一切都是我們自己搗亂的。 因為有無名, 所以就迷惑了這個, 所以無名根本就沒有。 這什麼是無中生有。 這什麼是無中生有。 無視生非。 所以可笑可靈敏就在這兒。 這不是真有什麼東西在這兒, 這在什麼。 這無中生有, 無視生非在這兒, 自尋苦惱啊。 他說這妄想本空啊。 這妄想本空啊。 這妄想本空啊。 哦 嗯。 這難遠冷吃啊。 還有一個人 就是一個財政主席, 歐陽珈昇, 果然灑了。 我說很多人就批罰 것처럼扑火了。 他就寫的。 他說這個火還不是自行所生啊。 何處有火 所以它有部分不火 火就往這兒燒 所以這些的祖師 還有那個耀山 耀山大家 他們過去的廟宇的勞動 是全體參加的 要砍柴大家都去做 要砍柴 不管你是汪蕩是誰 這蒲情 蒲情兩個就是 好像看得很客氣 實在就是全體參加義務勞動 都要去很苦的陣子 而且是很深的山嘛 不然是我有老虎出來 當他砍柴的時候 把土地打到一個 這是我虎 看見老虎 老山回頭看了也罵他一些 什麼虎 是你虎 所以他這個鎮定到這種程度 我這個信心也到這種程度 我最成為大度是吧 你老虎 你是老虎 這個歐陽修啊 文學家啊 一次上山啊 你老虎 害怕就不得了 你老虎 後來找了一個和尚 他跟那個和尚談他呀 他談到弩虎啊 什麼什麼金銜 他這個這個這個 他談得又談 和尚你看這個老虎嗎 在山上 很平常的事情嗎 哦 老虎怎麼很平常 他覺得很 這和尚看 大空小空 一喊 從客人旁邊爬出兩隻大老虎 老虎出來 一看見客人 就叫那個 對客人不可無理 這兩個老虎 總統都扑扑扑崩走了 我哎呀 嚇得還在發抖 老和尚你兇什麼呀 老聖執念觀世音啊 有這種香龍虎虎 那個廣經和尚 不是那個老虎也很群 你只要你無心啊 這個大家都會是那個相安的 你起心就不行了 魚人王姬海怒滿庭 一個大魚子 今天快告訴我老婆 我今天是倒霉的 一條魚也沒打到 白出去了 我來聊天 今天可是很奇怪 我這船上 繞了一船的海鳥 海鵝 都在我船上繞著 那沒有的事情 真奇怪 老子你這個蠢東西 你抓兩個鳥也好嘛 你抓來也可以坐著吃嘛 也可以賣嘛 沒有打到魚 抓兩個鳥 這個老子 一人說是啊 我當時沒想起來 明天他說老子一定抓 就吐了 可是這一天呢 一個鳥都不老 有這個氣氛 彼此相趕啊 他為什麼趕老 他有個氣氛的問題 中國中間有個公使 叫武朝夫 很老的外交官 他就有時候參加人家的國會 他彭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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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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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